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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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一 早上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刚刚的星期六天天气不一样 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 今天早上从维港望出 可以见到天阴阴 兼且有一些微雨 如果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团 就可以见到 其实华南地区依然 都是被一道云大所覆盖 我们预计今天仍然有雨 大家出门的时候记住要带傘 另一方面 今天仍然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气温分布方面大部分介乎13至15度左右 天气仍然比较凉 接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会是多云和有一两阵的雨 天气会是清凉 而日间的最高气温大概是17度 风格方面会是吹和缓的东北风 稍后东风会增强 指望方面我们预计明天仍然清凉 而随后一两日日间会比较和暖 大家要留意到今星期的后期 尤其是接近周末的时候 气温会再度下降 但好消息就是今星期的后期 影响我们的东北季后风 到时就会相对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预计今星期的后期 就会多一点阳光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醒神的星期一 好消息 好消息